黑猫的小视频要开始咯 那么我们一一来给大家介绍 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东西开始好了 反正是他们 这个呢是百元电DISO和迪士尼合作一起做的刷子类 然后因为卖的太好了 所以说我每一次都买不起 这个话先不介绍 等我以后把它给买齐了 收集的差不多了 我再统一拿出来给大家一一详细的解说 好那这个先放在一边 啊啊啊掉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其他的东西 那么跟化妆品相关的呢 是这个 这个也是在百元电DISO里面买到了一个去 拯救睫毛膏用的神奇小药水 就是你往睫毛膏里面滴一滴 然后睫毛膏就能够变得更 丝柔滑顺 如德夫巧克力般 花年印 跟新的睫毛膏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到底好不好用 不知道 等我用了再给大家来说 如果好用的话会单独再给大家介绍 接着呢是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一大堆巴树 五个小小的袋子 这个 嗯 包的好颜色 哎 至于吗 至于吗 至于包的这么颜色吗 啊 好 OK 是这样子的哈 这种小袋子 那我买这种小袋子是干嘛的呢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是我买的一组耳环 那么耳环在收的时候呢 比较乱 我平常呢 是会采取把它挂的什么地方的方法 不过最近耳环越来越多了 不好挂了 嗯 以后我打算就这么收 把它放在一个这样的小袋子里面 然后单独的 呃 用在一个统一的盒子里面 明明就全部都是耳环啊 食品啊 之类的东西 那当然这个小的尺寸 肯定有一些大的东西进不去 我打算过一周的话 再去买一些 稍微大一号的 再大一号的 就是分成 SML3 好 然后来去做这个收纳 那这个是这个小袋子的用法 啊对 耳环类的话 是我今天出门逛街的时候 又买了另外一类东西 这个我会单独拍成视频 如果你感兴趣 看一看 我都买了些什么样的耳房哦 好 那这个袋子就先这样了 然后把它塞回去 节约 节约懂吗 哪怕是拿出来当吃饭的 也不能就这么扔掉 好好的 这个随便一收收好 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样东西 那下一样东西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吧 这个是一个小本本 就是普通的那种素描本 我打算 没事写写画画用的 那这个都得不易 再来往下 这是一个小的这个滚筒里面的T-C 就是那个滚啊滚啊滚的那个东西 家里毕竟有猫有毛有主子 所以说呢 自己的衣服的全部都是受害者 那么它是非常必要的产品 接着呢是这个 这个还相信那个在国内读书的同学 应该都不陌生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课桌上 对不对 自己的那个桌子上面 放一大堆教材的时候 这么一左一右两个 砍把那些教材 全部给怼在中间的时候用的这个 叫什么 书怼 反正我就这么叫它吧 就是怼书用的那个东西 我还记得他自己上高中的时候 就是桌子大概超刚了 大概比这个肯定要宽了 大概这么宽 然后前面一排全部都是书 然后这个它也非常有用 在家伙收拾书啊收拾东西的时候 打算把它派上用场 再来呢还是生活类的用品 这个这个呢是清洗微波炉用的 就是微波炉经常会有 你热饭啊干嘛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油啊污啊 就会附住在上面 这个的话就是你把它放在微波炉里面热一下 然后再稍微擦一擦 它的油污就很好脱离的一个神器 再来呢是这个 这个你可能会说 这里还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你注意来看看上面这个洞 这个洞是干嘛的呢 就是你的浴室应该会有 让你挂毛巾啊干嘛用的那种横杠 对不对 你这个海绵就可以这么卡在横杠上面 就是这个杠啊 它这么戳在里面的 那这样子的话 它像清洗浴室用的这个海绵 就可以每一天及时的被沥干水 而不是你就把它放在某一个平面上 然后下面全长满了毛 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那种悲惨的情况了 就是一个小小的功夫 生活又会变得如此的方便 大家淘宝上也搜一搜哈 再接着呢这个是口罩 为什么买口罩呢 最近啊 日本的这个花粉又开始飘了 黑猫虽然目前还没有 不要自己给自己立flat 目前还没有花粉症 但是有点怕 所以说想了起来的时候 戴上口罩会比较保险 再来呢是这个 这个话那女生应该都知道 这个是洗内衣用的网 就 它整体是这样子 里面有这种硬塑料卡在里面 里面也有这个硬塑料卡在里面 它就能够保持哈 你的那个胸罩 放在里面呢 就不会被这么挤坏 所以说哈 呃 内衣大家都知道是应该手洗 可是有谁手洗呢 我觉得基本没有人手洗哈 所以说这个洗衣机里用的洗内衣神器 还是不错的 这个要先放一边 再来呢是这个 这些手套 就是洗碗用的那种大手套 那这玩意儿的话 当然平常超市里面买的都可以用 可是 觉不觉得平常超市卖的很丑 都是那种什么粉色的呀 白色的呀 乳白色的呀 黄色的呀 那种非常丑的颜色 所以说听到这个黑白空 早就想 嗯 开拓新世界了 那么正好的话在百元店 这个是Tangg 但是反正都是百元店 买到了这样子的一个 黑白的手套 那还挺长的 来戴上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 长度的话基本上到我的这个 一截胳膊这么长 这样子的话 平常用完之后 我也不会嫌它丑 因为嫌丑的手套 我基本上用几次就想扔 所以说 嗯 希望它能够稍微多活一点 那当然的话这种手套是消耗品 所以说一个肯定不够 就顺便还买了两个 再来呢 也顺便一下买了两个的东西 是这个 这个是Hakangdu的 Fla Fluffy Style 这个超级无敌软 它是那种 这些年轻人会当做睡衣的那种材质吧 你从 可能这也能看得出来 它平常的毛巾不大一样 是那种超级无敌软的那种毛巾 然后我准备还放在那个 需要擦手的地方去当擦手毛巾用 然后擦手毛巾买成白色的 脏了 脏了就自己能比较早的意识到 就赶紧洗了 或者赶紧换了 但是它是百元店的商品 我估计我会懒得洗 可能洗了一两次吧 估计是以换为主 但是如果你有幸来 有幸来日本 我怎么说的这么高傲 那如果你有机会来日本的话 可以考虑到百元店里面去shopping一下 然后如果你对这种极软的毛巾 也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 嘿你在干嘛 来擦一擦 舒服吗 也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是超软的毛巾 好 就这样吧 没了 介绍完了 自己买的东西就这样了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